江涵 不对 他的状态很不对 他这几天 究竟经历了什么 没想到你还能活着出来 不过三魂六魄还剩下多少 杀你 够 太快了 是魂力 为什么 他明明神志不清 却能用出如此强大的魂力 那是 主上 感觉到主上出现 直接传送到主上身边 就遇到这种时 主上的魂力 为何如此狂暴 混乱 该死 混沌中的烈花没有彻底完成 反而因为血精的作用 他的体魄和力量更上一层牢了 不过现在他就跟个疯子一样 无限值地爆发自己的能量 我就会衰竭而亡 只要本体还在 我不会死 不对 不对 这家伙 他想通过我 控制本体 有趣 真是没用 本尊岂会为一个影子所致 不 你不是被吞去魂魄了吗 怎么还能思考 一些形式造荣 怎么会 想到这种方法让本体舍弃我 你也不过是鸡品而已 你也不过是鸡品而已 还有更多 我是怎么回事 江涵 他在这里面究竟经历了什么 滚出去 滚 滚 江涵 是我 你冷静点 你总是有办法的 不是吗 我在你身边 帮助你 白领 快探查一下江涵的身体 他现在的身体究竟怎么样了 啊 混沌珠 主上的魂魄还在里面 速战速决 前往城西回收混沌珠 直接处死残留物 给你在城内最高的权限 果然 哼 你这家伙是个冒牌货啊 那么 我也没必要继续陪你玩了 我要带着我只爱的小猫咪 去看看我给他准备的礼物了 帝国军来源 有先转移百姓 这些家伙 开始移动了 就是他 竟然有这么多人吸收了血迹 所以当初你们想救他们 是不可能的 我们已经尽力帮助所有人离开了 还好城外白领设置了能屏蔽魂力控制的阵法 在那里 他们或许能逃过一击 可只要存在遗漏 一旦被控制开始厮杀 就会在城内造成更大的伤亡 我们的力量只能救其中之一 用这种方法追求强大者 根本不堪为污者 城外的百姓 才是武帝城的未来 城里怎么了 爹 我想回家 踏迦 我尽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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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我尽力 感谢观看